今天我教大家做一个街头小吃土家酱香饼 它的特点就是酱香浓郁,面饼柔软 不仅利润高,而且一年四季特别的好卖 大家好,我是观祥荣陈老师 首先咱们开始和面做饼 500克的中筋面粉放上5克的白糖 再来上5克盐 鲜酱面给它搅拌均匀 接着加入150克的开水进行烫面 咱们烫面就是为了做出来这个饼不发干 放凉了表皮也不发硬 烫好了以后,咱们再加入200克的温水进行和面 这个面的话,咱们一定要和的软一点 和成面团以后,咱们给它盖起来 小面20分钟 利用小面的这段时间,接下来咱们开始炒酱 炒酱之前,咱们先看一下所需的这些原料 皮线红油豆瓣酱70克 蚝油30克 叉烧酱25克 海鲜酱25克 番茄酱40克 染色的细辣椒面20克 最后咱们再准备上60克的洋葱末 25克的蒜末 10克的姜末 这些葱姜蒜末,咱们一定要给它切的小一点 这样在炒酱的时候更容易出味 当然咱们也可以用这个料理机 直接给它打中酱 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 锅中放入100克的大豆油 温油,咱们下入葱姜蒜末 再倒入咱们这个豆瓣酱 小火慢慢的炒 炒出香味 把豆瓣酱的红油炒出来 炒出红油以后 咱们再放入番茄酱,叉烧酱 猪糊酱,蚝油 继续小火将它炒至融合 接着咱们再倒入150克的清水 烧开以后咱们开始调味 放入5克的白糖 增加点甜味 再来上2克鸡精 1克五香粉 5克自然 2克花椒粉 最后放入辣椒面增加一点颜色 为什么咱们要用小火熬酱 主要是把食材的香味给它充分的熬出来 融入到酱里面去 如果你熬出来这个酱香味不足 那有可能就是这一步没有熬到位 最后将酱熬到这种油酱分离时 咱们就可以出锅了 熬好的酱红润油亮 酱香味十足 面熄好以后 咱们根据垫面段的大小取出来一部分面 这个面咱们就不能再揉了 如果再揉的话容易起劲 擀的时候不容易擀开 案板上先撒一点面 然后将面给它擀开擀薄 最后将面擀上这种三毫米厚的面饼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抹上油酥 油酥的制作咱们往期视频里面已经发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最后咱们再撒上一点难得调味料 让这个饼子增加一点底味 用刀将我们的面饼均匀的给它分成八份 分好以后咱们给它对角给它折起来 折好了以后咱们给它按按排排气 然后从边上给它团一下 团进去 团好了以后咱们在表面给它刷一点油 防止这个面干裂 然后给它盖起来再松弛上五分钟 松弛好了以后咱们将面给它擀大擀圆 擀成这种五毫米厚的大圆饼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用这个擀面上给它卷起来 放入垫饼当中 垫饼当咱们提前要加点油 放进去以后咱们用手给它捏一捏 捏一些褶皱出来 上档温度150度下档180度咱们开始烙制 烙制一面上碎以后 咱们在正面刷点油 翻过来继续烙制另一面 烙制两面金黄以后 咱们给它拿出来 表面均匀的刷上我们熬好这个酱料 最后撒上一点葱花 点滴上一点白芝麻 然后我们给它切开 切成小块 大家听一下是不是特别的酥脆 切开以后里面这个虫子也特别的分明 酱香味特别的浓郁 这样咱们这个涂加酱香饼就制作完成 关注学习共得创业小吃技术